曾经日观先生宣读的 同宝大法王加冕典礼辞词 各位嘉宾 各位教友 各位同宝 今天是一个重要而殊胜的日子 为此 因为此时此刻 我们正将一位自力提升人类生命层次的 伟大人物张国宝先生 推举到他应居的位置 大法王既是宗教界对最伟大的精神礼物的尊称 也代表着他的地位 世界宗教法王厅和世界宗教联合会 是由136个组织和多国多宗教旨成的世界性宗教集中 我们有幸推举张国宝先生就位法座 是我们莫大的徒员 也是我们的荣光 我们恭请张国宝先生为大法王 是基于他创编的圆顿大法 为繁复的现代世界开创了一条 人类超越自我的方便之路 圆顿大法 自根于人类最优秀 最深厚的修炼文法 张先生提炼了 活 道 耶 如 回等 各教及气功的修炼精华 用清晰透达的现代语言和诸识修炼促成之法 把修炼尖签变成功统 中国古人有据比喻 求道者多如牛毛 得道者如落毛的脚 这句话既爆出了修炼目标达成之难 又总结了历代修炼成就不一 但是从已有的一万余人修炼圆顿大法的喜人成果 我们看到红宝大法王的元正大法已攻克了这个天府难替 张红宝先生为我们送来了修炼成果成仙的方便大法门 为此我能为他加冕 并向红宝大法王领理摩拜 张红宝先生荣灯大法王宝座 其实是天运的必然 据考证早在六百多年前 仍能在中国一尊大佛雕像度里发现的龙华经就已有忌惮 迄今为止 张红宝先生的运行轨迹中的各大名点 都已全部印证了金钟有关的餐 比如金钟对未来教祖的出生地 姓氏 他的家计 他所具有的法卖 他助人的方法 以及他传过大道各方各阶段的内容 方式乃至遭遇的描述 全都与张红宝先生的特征吻合 尤其金钟提及的天机明传 传十字真经 正是现阶段推出天机图 交传十字佛的张红宝先生的绝妙写道 所以不仅世界宗教法王听 恭请他为大法王 而且世界宗教联合会 也恭请他为民喻会长 我们感恩民喻之中上界的指引 使我们在危机四国的当今世界 迎来了根本性导航 我们恭请张红宝先生为大法王 还在于他的繁盛品格和为人处事的圆容无碍 与通达包容 他幽默 风趣 关怀 充满温馨和慈悲 使成千上万的接随者们感动不一 他法相庄严又平易听人 声音词则迷人 使大道之理 落实于生活 他为人正大光明 言于立体 仓为人师 他对世人的慈悲和大爱 超越了种族 宗教 文化 和心理的障碍 他赢得 三千八百万轻重的爱戴和珍宠 以及上亿人的支持 有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他以生寄来的人格魅力 和高尚的品性 以及浑厚的学识 张洪宝先生 出任世界宗教法王厅大法王 应天顺时 当之无愧 今天我们恭请他就任大法王 只是为他做了八台铺路工作 我们希望从今以后 兼顾神圣此命的洪宝大法王 以原则大法 处在世人 破名开武 走遍天下转大法轮 当洪宝先生 刚面试时 曾发下洪怨 普渡三界众生 其愿人间都是仙 现在 法罗以吹门 法骨以雷响 我们忠心祝愿 洪宝大法王 大愿 让我们来看看